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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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早晨晚间的一个护肤的步骤 然后加保养品 为什么要做这个视频 是因为我最近的皮肤 阿瑟来了 阿瑟现在是太空狗 因为阿瑟的脚受伤了 他现在不是 我早喝我的水 现在不是纽约的冬天 所以就下很多雪 然后工作人员为了防滑 就在小区的那个附近 就撒了好多好多的盐 然后前天带他去看医生 医生说他脚里面就是被盐割破了 感染了 然后开了药 然后就必须戴他这个太空帽 戴了太空帽就防止他舔 那自从戴了太空帽 看 阿瑟看 自从戴了太空帽就变得特别的卖猛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视频 就是这个主题的视频 是因为我最近的皮肤 非常的好 这个定义呢 就是因为我 没有长痘啊 然后而且就皮肤很光滑 然后也没有过敏的现象 所以呢就是这种 就非常稳定的一个皮肤状态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爱用的一些 护肤品和我怎么样 保养我的皮肤的一个步骤 然后我们现在就赶紧开始 我先从早上那开始说起 早上起床呢 肯定先喷水 我用的是小剪刀 加的这个 Gentle Lotion 然后我已经快用完了 这个我还是在考虑 要不要回购它 因为它里面有一股酒精的味道 虽然没有很浓吧 但是 能闻到 它挤出来就是这种 这种水 你能看到 但是呢它抹到脸上呢 就会让皮肤 立刻的变得很 很柔软 对 就特别的柔软 味道呢 其实它有点像 就是自生堂新出那个 Ibuki 对 那个的味道 但是没有那个味道 那么的香 它就是 比那个味道要淡 但是里面有一股 淡淡的酒精味 它除了让你的皮肤 立刻变嫩以外呢 我没有看到它 有什么 别的改变 比如说可以让我的皮肤提亮啊 或者是说非常的保湿啊 没有 所以我还会考虑要不要回购 嗯 然后呢 护肤水拍完了呢 我就会上这两样 嗯 它们两个是一起卖的 这个牌子 它们家是 那个Organic Oil 出的名 棕色瓶的油 好像是棕色瓶的 贵姐跟我说那个油呢 对我来说可能是 嗯 太过了 嗯 然后贵姐就跟我推荐了这个Milk 我当时其实在它没有推荐之前 我就已经很想拥有它了 因为我觉得我看了它那个宣传片 我觉得超级神奇 超级神奇 这个精华呢 就是这种 嗯 它是感觉很黏 但是你把它推均匀以后呢 它就会很快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面 很保湿 嗯 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 有一股灰尘的味道 所以我没有很喜欢 但是由于 嗯它擦上脸上 以后很快吸收 然后会让你的皮肤变得很保湿 很嫩很滑 嗯 它的味道就可以skip掉 然后紧接着我就会擦它 这个呢就是日霜 它里面也是他们家的 然后它是有SPF值的 47 还不低 但是擦完它我还会擦防晒 因为我不放心 它呢味道很好闻 其实我当时买它也是因为它的味道真的太好闻了 嗯 它就是就是这种cream之地 但是它没有非常的 非常的那种creamy 它还稍微有一点点水水的那种感觉 嗯保湿效果很好 而且你擦完了以后 嗯 皮肤感觉就是很亮 因为有一次我就擦它 然后在阳膏底下 我看我自己的皮肤 就感觉我皮肤特别特别的 就是感觉像从皮肤里面 透出来那种透亮 嗯 而且它就是很滋润 我很喜欢 对我这种大干皮来说的话 对 然后就是防晒 防晒就是这个 就这个牌子 我是在买货网上买的 嗯 它的技术呢很高 是SPF50加 PA3加 我觉得就是 很够用了 它的质地呢就是很轻薄 很水润的那种质地 嗯我比较喜欢 而且很快就吸收了 嗯也会让后续的妆 嗯比较服贴 对我很推荐 晚上第一道 洗完澡第一道步骤 就是在蒸汽房里面喷着 保湿能力真的很好 嗯就有一次我喷了它 就去干别的事情了 然后我的皮肤也没有觉得干啊 什么的 味道我也是蛮喜欢的 嗯 然后它已经被我用到了 这么一点点了 这个我是肯定会回购的 而且它成分很天然 接下来我就会用面膜 面膜我就是这个 香提卡加的 它的质地是这样的 是这种 有点偏lotion的这种 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这样 来敷我的脸 涂完它以后要 紧接着敷它 敷它完了 差不多等 差不多等10到15分钟以后呢 嗯就把你的面膜纸拿掉 然后这个是需要冲洗下去的 然后你就把它冲洗下去 之后我 有一次我就没有再上后续的保养品 我的皮肤就是很嫩 我都已经忘记了 我没有擦护肤品 因为它非常嫩 对所以我觉得 我现在目前这个面膜 应该是我的大爱 敷完面膜以后呢 我就会还是上我的这个 Kiehl's的这个修护精华 嗯真的是啊 我觉得它太好用了 我现在 我看看啊 我已经用到这儿了 我只有这么一点了 嗯 我每次都挤两大下 因为它这个低管有问题 它每次挤一大下 它只能挤出这么多 所以我每次要挤两pump 这种 然后我就会涂脸 然后再加上按摩啊 它吸收就很快 然后就会让你的皮肤特别的舒缓 特别的舒服 嗯 也没有堵塞毛孔 那种感觉 我很喜欢 对 然后上完它 就上后续的那个 你的那个晚霜就可以了 晚霜倒没有 非常的推荐 反正你们家里 家里有什么晚霜 你擦擦都是还可以的 好 然后这就是我的早晚 健护肤产品 的推荐 嗯和步骤 嗯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身体上的 先说这个Kiehl's 间的这个Buddy Butter 它是Butter 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 我给大家挖出来一个啊 看 它是这样的 然后你涂开 它的质地就是非常的cream 那种 就是奶油的感觉 但是又不会让你的皮肤 特别的黏 会起到一个滋润的一个 滋润保湿的一个 就是效果 所以我现在 目前我很喜欢它 然后就是这款手霜 Julie Coe的这个Rose 这个手霜 我用到目前为止 这是我用过最好用的手霜 没有之一 只有它最好用 我觉得你们肯定都不陌生 它就是特别的滋润 而且从味道 从质地 从它的滋润度来说 这个价钱买到这么个手霜 和这么大size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值 我会一直回购下去的 没有遇到比它更好的 我会一直用这个手霜 现在我家里面也有很多手 也没有说很多 也有一些手霜 我真的真的是不愿意用了 但是没有办法 我现在在猛进的把我 不爱着用的 那些以前用的手霜 都要把它用完了 然后我就会一直用它 好 然后以上呢就是我 早晚护肤的步骤和爱用小物的介绍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支视频 然后 阿瑟现在在我旁边已经睡着了 这个屋子呢 其实是我的衣橱 但是呢 因为现在冬天嘛 我怕阿瑟冷 所以我就把它的西梦斯呢 床垫呢 放到这个衣橱里面了 所以它现在就误以为呢 这个屋子呢 是它的睡觉的地 是它的卧室 所以它呢 现在就趴在旁边 就特别希望呢 我能把门开开 让它进去 但我就是 因为我要露室病 我就没让它进去嘛 然后它就只能趴在我旁边 特别的可爱 艾瑟是不是啊 艾瑟你要不要和大家说再见 今天刚给艾瑟洗完澡 因为前天不是去医院了吗 问医生能不能洗澡 他是不是脚坏了 然后医生说 最好是隔两三天 正好今天是第三天 就可以给他洗了 艾瑟从来没有 两个礼拜都没有洗澡 他快抽死了 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抽 我觉得 因为我是每一个礼拜 都会给他洗一次澡 就在家里面洗 对 然后他都会洗得特别 他很愿意洗澡 我说艾瑟洗澡 他就会自己跳到浴缸里面 还是一个很乖的狗 那行了 你不跟大家说这些废话 然后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 拜拜